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导火线 就是发生在台湾的这起杀人命案 在台湾杀害女友潘小颖的主贤陈同佳 他在香港依洗钱罪遭到关押 那么在今天起码出狱了 在上午面对香港媒体 他首先鞠躬 向被害者家属还有社会大众表达歉意 并且表示他愿意来台湾服刑受审 而现场的香港媒体也不断地追问陈同佳 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台湾 也问他是不是被迫自首 是不是这背后有人给他压力呢 陈同佳只是不断地说对不起 接着就坐车离开了 而蔡政府先前提出要派人赴香港 压解陈同佳来台湾受审 深夜遭到了港府发表声明拒绝 而未来这个事态会如何发展 现在已经变成了台湾跟香港之间 司法管辖权的争议大斗法 媒体鼓噪声中港女伤失命案主贤陈同佳 步出香港闭屋监狱 带着疲惫神情表达深深歉意 首先我想和晓永的家人 说一声对不起 道歉 你不要哭啊 你干嘛 你干嘛 道歉啊 弯腰90度道歉 身穿蓝色外套的陈同佳 在香港一洗钱罪关押其满 但一出狱面对的将是2018年 在台杀害女友潘小颖的相关调查 因为我自己做了一些无可挽救的措施 为了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伤痛 言谈中充满悔意 自曝内心饱受煎熬 愿意来台接受审判 愿意为了自己的冲动 为了自己犯下的措施 自首 回去台湾服刑 受审 希望她的家人 能够稍稍放下失怀 也令晓永能够安息 简短声明后 引来媒体一阵追问 你可不可以自己变成一个政治头吗 可不可以自己被台湾和香港利用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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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应酬是否自己冤 陈同佳只说对不起 和参与劝说的牧师管浩铭 坐上白色休旅车离开 疑似直接开往陈同佳父母 位在九龙湾的住处 管浩铭之后受放 表示陈同佳23号不会来台 但如果去到今天这个情况下 他们好像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说 我相信公平审讯 是我想要求的 最重要是公平 对他们公道 管浩铭还说 目前要等候港台协商的有关安排 没有确切时间 只不过港女伤失命案 掀起香港反送中风波 四个月仍未平息 如今陈同佳重获自由 后续发展引发关注 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